所以苏文你如果ready好了就signal的话 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这个 其实drive and chill它也算是一个蛮好回答的题目 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是我们往往在遇到的时候会比较担心的 我们放大整个题目来看 drive and chill里面搞清楚站在谁的角度 上面是站在lion的角度drive and chill with bing 下面是站在bing的角度drive and chill with lion 那星宇这个在做的过程要注意什么 他只有一个观念罢了 T account的左手边devisite这边 星宇觉得这个地方是专门记录什么 他只有给钱跟收钱两个动作罢了 要嘛给 要嘛收 如果我们觉得说左边是收 那你要知道做账 它跟另外一个也靠做double entry 另外一个也靠做double entry 我们指的都是钱嘛 你想一想 如果今天你给的是钱 这边是钱增加 另外一边是钱减少 对不对 如果你给的是钱 钱会怎么样 给钱我 你给了钱过 你钱会变多 这样你快点给我钱 我们给他钱 钱会减少的 所以钱减少的话 他在bank的credit side 对不对 给钱嘛 钱给出去了 所以当他做double entry的时候 这个credit side就搬去哪里 devisite嘛 右边搬去 左边 对不对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 你看 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 表示说其实 就是join venture 的devisite 表示说join venture 的devisite 一律代表给钱的意思 所以Kelly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credit side就代表收钱 只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能够做了 给钱跟收钱 它其实没有很复杂的东西 要嘛给 要嘛给 要嘛收 所以如果你是完全忘干净的同学 写上去咯 这个地方代表给 好不好 另外一个地方就代表收 收入的意思啦 给或者收 两边都写上去 那就能够做了 给 收 那等一下做的过程 我们就看谁给 谁给 谁收就好 预备一杯 我们从他的d一句开始了 来啦 我们就从他的d一句开始处理了 你们四位有印题目出来吗 没有 来不及印的 那你们要看的题目的话就很小个啦 自己以前来看哈 如果眼睛很小的话哦 所以Kelly啊 你看得到没有Kelly 聊到的啊 眼睛 看得到的啊 所以来啦 所以第三我们从第一端开始看哦 追题目的第一端 1st of July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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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写纸就是他们主要的货物 Leon Contribute 12000 and Bing Contribute 6000 子三知道contribute是什么意思吗 贡献 我contribute 你contribute了多少 你贡献了多少 所以他贡献了12000跟6000的钱 来干嘛 来买货 来买货 所以这个买货子三我们从第一句开始做了 你觉得买货的话是属于给钱还是属于收钱 给钱的话就会在debit side 所以July 1号买货子三 我们知道说买货是写Pudges 可是你这样写你的答案 那你的答案就完蛋 我们必须在Pudges的前面写上什么 必须写上代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有给钱的话 你的Bank Account就会怎么样 Bank Account就会减少 Bank Account这边呢 它的钱就会出去了 所以这边里面 各位你一定要懂得做Double Entry 你的Bank Credit出去 那你这边才会进来的 如果你只写Pudges的话 你的答案就从头 错到尾了 所以这边各位一定要小心 所以注意看自己的数据 Bank他买货 Lion给了多少钱 12000 Bank 则给了多少钱 所以July1号 Bank Pudges Bank Pudges 所以这边他给的数目则是6000块的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那个萤幕太小 你们要看这些手机的话 就Log in这些手机去看了 好不好 都是反正用你们班上的那个Mit来办 所以给钱在Devist side这边 给钱是在Devist side这个地方 所以第一part个别给钱12000跟6000 我们往下看第二端 They agree to allow interest on capital 这个interest on capital是每年5% Dual party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business And each party is entitled to a selling commission of 10% 他们的用金呢每个人是10% 这些呢都是等一下才用到 Each of them agree to bear their loss from back-back All the shoes in the warehouse will fully insure and they agree that sales commission was not allowed on insurance claim 所以暂时资料只有这么多 我们现在教给大家一段一段做了 我们就要试看到底是给钱或收钱 我们顺着来做 所以在开始之前 注意看这里还有一个比例的 He was agreed that the profit loss and joint venture should be sharing the ratio of 3比 2 我们第一句来做 第一个 Bin forward half of the shoes to Leon 他们把一半的鞋子 寄给另外一个人 在Joy venture里面的唯一陷阱 寄货不要做 钱的话是要做的 但是如果寄货的话 这个是属于内部的 拍档之间的寄货是不需要记录的 我寄给你 你寄给我 这个是属于陷阱来的 请不要做记录这个 选择题也经常问的 如果拍档寄货给拍档怎么办 这个是不需要做 第二句 来咯 从俗文开始咯 Leon pick the advertising fees 240 请问俗文这句要写在哪里 写在Leon那边还是写在Bin那边 写在Leon的哪里 给那边 那内容要怎么写 嗯 一定要先写Bang 然后才Dash Advert 他给的是广告费 这一句完成 做完了的我就可以highlight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往下一句看咯 6号咯 所以幸运我们看6号 Bin sold shoes on credit to Trong 他把他的鞋子卖给 Trong 那么这一句的话 幸运我卖东西的话是属于给还是属于收入 我卖后 给还是收 你又给又收 你把鞋子卖掉你是期望能够跟他拿到什么 收钱嘛对不对 所以你卖鞋子的话是收到钱的 收到钱的我们会写在Bin的哪里 Credit side啊 Bin的Credit side 所以July 6号 一般上我们卖东西写Sales吧 那如果幸运你有收到钱 你就写上Bang 然后Sales 但是这一题你写Bang的话是错的 有收到钱你可以写Bang 然后写Sales 但是你觉得我们有收到钱没有 没有收到钱的话 我们改变一个字眼 把那个Bang的字眼改掉 谁签钱就写谁的名字 你知道是谁签钱吗 Tong Tong签钱 我们就写上Tong 创签钱我们就写上Tong 所以Credit我们往11号发展吼 注意看11号 Leon bought an old motorbike 2000块 如果Leon买一辆汽车的话 买一个motorbike的话 这个东西要写在Leon的哪里 为什么 他买 那怎么写它的内容 Bang 然后呢 No 你不可以什么都写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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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回到俗文那边 所以来到第15号的 利用收收收 on credit to bail 他卖货给 bail and incur Incur的意思是产生或者是支付 他支付那个费用 那个销售费 120 所以俗文这边有两段 你先处理那个7200先好不好 那个7200是他卖鞋子 卖鞋子的话这个要写在利用的哪里 收钱那边 那跟该信誉的问题问的是一样 我可不可以直接写bank然后写seals 为什么不可以 嗯 杨朝堂没有给钱 credit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要改变哪一个地方 把bank的名字换成bill 有给钱你写bank 没有给钱你写名字 那信誉我们就要处理后面那个selling expenses 这个selling expenses是指他给那个费用 18号 Chang accepted bill for the amount due from him 这个是属于bills of exchange的章节 什么bill receivable bill payable bill的这些放进来是哪来弄乱你罢了 我们在做出什么章节 join venture 跟bill有关系吗 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老师他放这一句的做什么 来弄乱你罢了 bill哦 你不要给他吓到哦 他没有什么作用的 OK 所以呢 Kelly 我们往19号来看 Leon asked bing to transfer new fashion types of lady shoes costing 2000 to him 先针对这一句 那个Leon啊 他叫bill把鞋子 把那个最新款式的女人的鞋子 寄给他 那么这个2000块 Kelly 我们要不要做账 要做账 要做账 要做账的话怎么做 谁借给谁 可是问题是我们在第一句有讲说拍档之前寄货要不要做 这不是钱哦 你把 难道Kelly把 是钱吗 这样你家里好多钱 货不是钱 这边只要你发现它寄的是货 Lady shoes 那你就不要做账 始终OK 一货就不要 对哦 那些好像觉得太远了哦 其实这里还可以拎我的 是啊 真的 那 不你来个记忆啊 不你来个记忆啊 你来个拍的是吗 那凯莉君拿自己拍来看 你们这样子看不清 你们给我后来是看不到了这样子 心里便利你们确定你们看得到 很小哥了 不用急 我们处理往下做 所以 对呀 移动一下不然我的罐门叫什么 爱美或是要带吗 好的 来我们来到下一个了 所以Kelly虽然那个2000 那2000虽然可以不用作章 但是后面卖的这一句是要做的 所以你看你要搞清楚 Kelly这一段的话就比较特别了 我们说卖鞋子对吗 收是卖嘛 他卖鞋子是收 但问题是 谁在卖哦 谁在卖哦 为什么你觉得是Lion在卖 Lion叫Ping把鞋子寄给他 然后他来卖掉他 他整句话的意思 Lion他叫Ping把鞋子寄给他 然后他把它卖掉 所以最终其实是Lion在卖鞋子 如果Lion在卖鞋子 那就写在Lion的 右边那内容怎么写 Bang 然后写上 Sale修好了 2800 所以Kelly要记得 卖货需不需要做 卖货是不用做的 卖货是不用做的 寄货啊 寄货是不用做的不是卖货啊 寄货不用做的 但是寄货就要 Kelly 接下来这一段就要做的啊 寄货的话就一定要做 你注意看CIG20 Lion send check to PING 2000块 这个2000块就要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钱啊 钱的话就要处理了 所以这个的话你要做的话 Kelly 你要看谁给谁 是并给Lion还是Lion给Bing Lion给Bing 那从Lion出发 Lion要给的话 写在Lion的哪里 左边给这边啊 所以20号 欣语看清楚了 我们要写英文了 给的那个呢 他写堵 堵Bing 2000块 所以给欣语猜看 这边如果是属于给的 这样收的那一个人要写在哪里 写在左右 ok you 这样那个内容要怎样写呢 对 收的那一个人就要写from 所以钱是要做的话 货你可以不要做 寄货可以不要做 但是寄钱是一定要处理的 如果是寄钱的话 或因为它给相簿的contract抵消掉嘛 所以2000块可以不用处理的 那数问哦 我稍微放慢等一等的 你ready了 我们再看24号 24号他说 Bel Pay to Leon for the amount of in 7200 他说Bel给Leon钱 这个Bel要给Leon钱 什么事情 无端端给我们钱 Bel曾经欠钱没有 嗯 这边的时候我们曾经记录Bel是欠钱的 有没有发现到 Bel之前欠我们多少钱 7200 但是这个Bel 7200欠钱 他现在给我们7200 没有折扣啊 问题是这个7200 如果我们还想写多一次的话 你看哦 老师这个7000人家给钱嘛 我们收到钱嘛 这样是不是要写在这里 如果我们真的写在这边的话 你有发现到 credit side 我们写了多少次的7000呢 你写了两次的7000呢 就变成等于你记录了两次收入了 对不对 所以通常哦 这种欠钱之后给的啊 也是可以选择不用做的 不然你就等于写了两次收入了 所以请同学每次在做记录的时候 你描一描 写过了吗 如果已经写过了 那就不要再写第二次 免得重复 所以这一句哦 也是属于陷阱来的啊 前面已经记录过了 那这里就不用再记录就好 下一个同样的原理的 你注意看哦 那星云我们用同样观念啦 我们刚才说bill的东西 要不要注意 要不要处理呢 刚才上面有一句也是bill的哦 你有注意到吗 accept the bill 凡是跟bill有关的 基本上是这一个章节的内容吗 不是的 它是属于另外一个章节的 那这边要不要做 就不用理它了 bill的根本放进来 是拿来吓你的 bill它根本就是另外一个章节 所以你看到有bill 你马上就不要处理它就可以了 没有啦 我们要做完啦 来到二十六号 Leon's warehouse suffered a serious fire as a result of all the remaining inventory was completely destroyed Leon received from insurance company 五千百 check 所以只差你看哦 Leon的仓库活在保险赔钱 现在Leon收到赔偿金 这个东西要写在Leon的哪里 右边 那内容要怎么写 收到钱 我们就写上bank 然后后面dash 你想怎么写 insurance company的话可以 但是insurance crime的话会更好 因为它已经给钱了 你就不会再写它的名字了 七千 我写什么 这个 所以差不多要做完了的 cratic side都是代表收到 收到 收到 所以Kelly我们要完成了 剩下一点点的 Kelly你看右边的这里的收 是不是只能够收到钱 不一定的啊 收到钱我写钱 收到Kelly我写Kelly 收到淑恩我写淑恩 收到重语 我写重语 来 口水都流出来了 Tim 所以你看 他收到什么 你要写什么 来 先不急 我们先做二十包先 那 幸运给做十包先啊 Bing sold the remaining inventory inventory for四千 幸运哦 Bing继续卖货的 这样这一句四千块要写在哪里 如果Bing卖货的话写在Bing的那里 左边是给钱 右边是收 写在Bing的 credit side哈 那怎么写内容 我们这样写上 Bang 然后呢 sill说 他卖东西你写sill就好 四千块 and 最后了 所以Kelly 刚刚谈的那句哦 29号 Motor Vehicle是被Leon拿走的 所以Leon收到一辆车 那这一句哦 Kelly 这个Leon拿走一辆车 这个要写在Leon的那里 他是给车还是收到车 收到车 它写在Leon的 credit side哈 收到钱写钱 收到重语写重语 ok 收到重语我们就写重语哦 他现在收到的是车 我们就写车 收到什么写什么 可以吗 好像我今天收到虾兵 我写虾兵 ok 等等收到什么写什么哈 收到车我们写车 然后dash vehicle taken over 他收到那辆车没有讲多少钱 他只告诉你他会折旧10% 是因为你知道那辆车的原价是2000块 考数学题 如果一辆车原价2000折旧10% 后剩下多少 1800怎么找 2000-200 减10%可以的 2000-10% 折旧10% 折旧10% 所以为经济靠 你剪了过后拿到车是1800块 那我们整个第一面就暂时装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翻去后面或用放在下面 我们要做一个叫做memor random 如果你是用外面的纸下面应该够做的 但是如果你用学校的纸那就算了 你用学校的纸一定不够做的 所以我们就翻去这一个我们用外面 我们来看这一个memorandum memorandum需要看题目吗?是不需要看题目的啊 memorandum全程看你自己的答案 实际上memorandum只是看你自己的答案 所以你把它稍微画好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要怎么做 你要出去骂人啊 好凶哦是你 来 哇你看子仁你看到信誉极凶哦 他出去帮我全部那小孩子都安静了 子仁应该有在线上呢 在楼下哦好的 去买他 哦我在上这班呢 哈喽 哈喽 子仁可以讲话了呢 他说子仁没有在线上哦 子仁有在线上吗 是你问的 他说不要你了 其实memorandum哦真的是不用看 是不需要看你的那个题目的 尤其那些没有硬题目出来的哈 讲做memorandum哦真的很容易 你看着你的自己的答案哦 左放回左 右放回右 但是你要抄的内容都是dash 之后的内容 你看星宇我们看一个例子哦 比如说你看lion的第一个是bjesus 左边放回左边 所以我在这边写上bjesus 然后我dash 这个bjesus是lion的 然后不要同动哦 同类的要放在一起 你要看有没有相同的bjesus 有吗 lion我 lion是没有的啊 但是bem有没有bjesus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放在一起 你才能够做比较 同类的物必要放在一起 你才能够做比较 左放回左 u放回右 同类的要放在一起 所以两个bjesus我们都已经处理 所以已经处理了的项目 我就删掉它 来到下一个了哦 所以星宇下一个要搬的是哪一个东西呢 advertising 所以我们写上advertising 一样是lion负责哦 所以左依然放回左 但是写之前一定要看有没有相同类的东西 在你写之前哦 观察有吗 如果没有了那你就可以直接写答案了 没有嘛 所以下一个了哦 一样的左放回左吧 下一个就到 对 vehicle 这个是lion负责的 就这样子罢了哦 下一个就是sealing expenses 这个也是lion负责的 那我就写在lion这一边就好了 没有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的 然后lion负责的 这整个memorandum这边有大量的分数啊 是直接送给你的 真的这一块哦 你做的时候不要慌张 它真的蛮容易拿分的 所以大体上哦 我已经搬完全部了 但是幸运哦 有一个地方我没有搬 对 这种内部转账的哦 你搬过去也是没有意思的 因为你一个搬去左边 另外一个肯定会搬去 右边它就会相互抵消掉了 所以哦 转账哦 是不需要搬去你的这个memorandum 这个bank股谁bank from谁哦 是不需要搬过去的 所以左边暂时搬完了 右边你们自己搬 credit side的你们自己搬哦 左放回左 U放回U 同类的要放在一起哦 所以credit side的你们自己来吧 所以我就稍微观察一下 你们自己搬啊 所以左放回左 U就放回U 所以右边第一个搬的就是我们的sales哦 不过还蛮多sales的哈 你要小心哦 你提到sales的话还蛮多一下的啊 所以不要写好多是sales 写一次就好了哈 Leon有两个sales 7200跟2800 加起来等于10000 并也是有好多sales哦 并的sales是9000加4000等于13000 所以把这些sales什么都把它加起来就好 没有了我已经做到它完了下一个就到哦 insurance crime insurance crime的话这个是Leon负责的哦 那我们写上Leon5000 and memorandum的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vehicle taken over 1800 所以整个memorandum这样子就做完了 左放回左 右放回右 所以幸运你要ok吗 ok吗 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结账了哦 所以哦 你看哦 我们准备结账之前哦 你注意看 这边呢 就等同于是你全部的成本 对它是给嘛 没有错的 这个地方就等于我们全部的收 一个是全部的成本 另外一个是全部的收入 那我们是要结账哦 所以拉过来看一看我们的memorandum 要如何结账呢 你要结账呢 看我去前面这边哦 第一个东西我们要分猪肉了哦 怎么分呢 第一个我们要分的东西 它叫做interest on capital 有两个人可以分哦 一个叫做Leon 一个叫做Ping 至于怎么分 我们不要理他先 第二个要分的叫做seals commission 也是两个老板都有的分哦 一个叫做Leon 一个叫做Ping 至于它可以怎么分 我们等下才看吧 最后的余子 就是我们的profit enjoyment 按照这两个人来分哦 一个叫做Leon 一个叫做Ping 我们现在分这三大块猪肉 它要怎么分我还不知道的 它要怎么分我们要一段一段去看的 鬼懂它怎么分 intrust on capital是什么鬼来的 它是资本的利息 这个资本的利息一般上指的是第一笔钱吧 所以幸运你要找这个interest on capital 你必须看Leon跟Ping 丢进去公司的第一笔钱 才叫做capital 你知道Leon跟Ping丢进去的第一笔钱在哪里吗 在上面的 对第一段罢了 只有第一笔钱是有资格拿到利息罢了 12000跟6000 我们就拿这个12000跟6000 乘多少巴仙 5巴仙 然后你要小心哦 它这个5巴仙 Brandom是指一年5巴仙 一年5巴仙 所以你再乘了巴仙 过后你看 他们合作了多少个月 他们只合作了 7月一个月罢了就分手了 他们只合作7月一个月罢了 你看这边只有一个月罢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后面要乘12分之1 哪来的7个月 别乱讲 他只合作7月一个月罢了 好不好 这边只有一个月而已 所以如果要合作两个月 你就要乘12分之2 他只合作一个月而已 所以6000乘5巴仙乘12分之1 那至于答案多少 你们要自己算好 自己算起上来 50跟25 多吗 不多 你想一下 你丢了这么多钱下去 各位你想一下 如果在现实生活中 你丢了1万2跟丢了5、6千块 只拿回50块跟25块 你信仰应该也不是智慧吧 我们往下了 Sales Commission 所以所谓你知道Sales Commission的话 这个巴仙率它写着10% 不过要用什么数目来乘18% Sales去哪里看 那个哪里 对啊 对啊你要让线上的同学知道你指哪里 你这样子是很诡异的 那重语在对岸那边根本不懂你在讲话 所以他指的Sales是指这里好不好 所以重语get到吗 OK吗 你跟俗文有信有灵犀吗 那数目来乘8%就可以了 那你懂的 重语看的样子花心花心 找到1000跟1300 所以按照这样子 其实我们就已经要完成整个题目了 我们找余数 剩下的余数就按照比例 3比2分掉它 所以指上我们就要找它的剩余的余数 你把右边credit side加起来 把右边credit side加起来 你看总数会等于多少 29800 拉过去 29800 你减完上面的所有数目 减完上面的所有数目 你看那个余数等于多少 然后我们就进行结 结这样就好 真的啊 真主的啊 18000 拿29800 剪掉上面的所有数目 就可以找到一个余数 什么啊 6915啊 6915啊 其他 其他上面 6915可以的 那找到这个6915的话 对 我们就按照它的比例 乘5分之3 乘5分之2 一个乘5分之3 一个乘5分之3 4144 4149 重雨你的开力跌倒了 哎呦它的credit特别碎了 有 它的心碎满一滴你看 重雨快来救他重雨你看 重雨快来救他重雨你看 来 当你可以找到这几个数据之后 对吗 把这几个数据 带回去前面 依然是左边 抄回左边 一旦你已经可以找到这几个数据之后 你要把这几个数据 拉回去前面的左边 没有什么的 纯粹拉回去而已 你在带回去之前 你就要记得写上 那个profit loss的字眼先 不过同考是允许你们 不写profit loss的字眼的啦 我们之前原理在改的时候 好像也是可以的 所以7月31号 先写profit and loss先 profit loss代表我们的利润 1 2 3 我们可以分到三种形态的利润 先写profit loss 我们可以分到什么利润呢 第一种 interest on capital 第二种 seals commission 第三种 profit on joint venture 所以把你的资料 把它从后面抄回去就好 真的啊 纯抄回去就好 然后你结账 那我们这一题就赚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白板来上实体 所以我会录一题线上的另外一题 我就死交实体罢了 所以有兴趣要过来看的就在 英语中心啊 英语中心啊 幻音过来的 ok 啊 对 所以我只是把它抄过来啊 50 14149 另外一个是25 1300 2766 25300 你把它抄过来啊 过后你结账 欣语知道怎样 确认答案是对的吗 只要你发现到这两个 你可以看到结账的余数是 相同的 只要你们发现结账的余数是相同的 那你们就看完一道完整的 join venture join venture就长这个样子 有 你知道吗 你昨天所学的那个manufacturing 跟今天你所看的这个join venture 他们都是很容易做的选修题 两个相比之下manufacturing比较重视什么 背格式 join venture就比较重视记录 就是左边给右边收 你如果这两道都会进去里面 选你比较有把握的 你不要两个都选 选你比较有把握的 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那你现在进行结账了 欣语 你看哪一边比较大 拿大的减小的就好 我们其实已经赚了的 你拿大减小的 应该可以找到一样的余数 所以俗文第一个的话是哪一边比较大 左边比较大还是右边比较大 我们再去看了 我们再去看了 听说debit side比较大 21559 你把21559拉过去 减了过后会得到一个余数 这个余数昨天有人发信息来问 这个余数写什么 你可以写from 谁读谁 但是如果你英文很弱 你可以直接写final 4755 你看哦 4759 俗文如果没有错的话 等一下你在另外一边 应该也可以找到一样的答案 如果找不到一样的答案 那就真的是凉了 因为就表示说我们有东西做错了 所以你们可以测试看另外一个应该也可以找到 4759的 另外一个是credit side比较大 15000 所以15000减完这些东西 你看那个余数 看是否会找到一样的答案 没有 如果是 因为这个哦 其实它的原理就是 我们希望最后大家拿到的钱 是一样的 你们看这一个 看是不是四七五九 两三五五 一样的话 那么这一题我们大体上就说 一样的话那么这击题我们大体上就说 完了 所以线上课我只会录一题 Joyventure而已 那接下来第16题 我们就只在这边上10题课而已 所以在线上 你如果在家里 你也想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参考看看的 那 这题我暂时录到这边 4759 我录到这边就好 所以视频我段在这里